杀死城管的沈阳小贩夏俊峰在二审中被判处死刑 但是夏俊峰却获得了中国民众的大量支持、同情和援助 公民抢救夏俊峰行动在网上展开 听听大陆各方民众的看法 大陆民众目前正在以捐款、法律说明、网络评论等方式 声援因杀死城管人员而被判死刑的夏俊峰 5月10日,辽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死刑的当天 有网友在网上发起募捐,帮助夏俊峰家人 由于民众踊跃参与 两天内募得18万元人民币 远远超出了10天募集6万元的原计划 夏俊峰和妻子为了养家糊口 两年前的2009年5月在街边卖烧烤 被城管人员没收设备 在盘问中双方发生欧斗 夏俊峰持水果刀将两名城管人员杀死 一审和二审都判夏俊峰死刑 但辩方律师指出 夏俊峰是在遭到城管人员的集体殴打时 用水果刀自卫造成人员伤亡 他不应付任何刑事责任 夏俊峰的姐姐向希望之声电台表示 以敢言著称的南方都市报星期六发表社论 对辽宁省司法机关审判夏俊峰案的司法程序提出质疑 并敦促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时 要以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公正判决 来为已然疏离断裂 甚至变得有些对立的社会情绪解套 山东中都建律师事务所崔七强律师在网上提出 夏俊峰绝不能杀 他认为刑罚打击的不是像被告人夏俊峰那样 因为养家糊口而被迫杀人的公营 此行也绝不是用来恐吓和镇压人民群众的 一个中国公民为了养家糊口 居然不得不杀人 这不能不是一种悲哀 而贵州民主人士廖双元向新唐人表示 共产党践踏人权 践踏它自己制定的践法 全是假的 写给外国人看的 这些条例不实施 所以老百姓是没有生活出路的 这就提起了极烈的反抗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专栏作家老虞的评论 他对中国的特权阶层分析说 他们对一个地方行业的蹂躏是全方位和毁灭性的 他们所到之处 正义和公平消失了 他们指路为马 任人为亲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好人尽若寒蝉 坏人如鱼得水 署名雷浩然的作者也发表了 《袭警案》评发 中共敌人变天下的评论文章 他认为像城管和警察这一类本应执法保护人民的人 却为了维护官员的利益而对民众残酷欺压 促使大陆近年来爆发了很多像杨佳 邓玉娇这样的抗暴事件 他指出 现在的中共可以说是敌人变天下了 陈树庆表示 中共社会中的严重不公 导致群体反抗 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会促成中国人实现重大的社会变革 新唐人记者张丽娜 赵新之 萧妍采访报道